茶是一种修饰态度 根据汉字的书写风格 茶是草木人 也就是说 人以草木为林 与万物共存 文人末课间 也有关于茶的率真辩论 据传说司马光洗品名 一天约了众多好友品名 苏东坡和司马光带来的茶 橙色不分上下 苏东坡因自协好水泡茶 更有优势 司马光略有不服 豆茶的茶汤上白 他借机和苏氏开玩笑 茶欲白莫月黑 茶欲新莫月尘 茶欲重莫月轻 均和以同爱二物 最后苏东坡从容而道 其茶妙莫聚香 是其得同也 其间是其操同也 譬如闲人君子 前夕美物之不同 其得操异也 公义为然否 正如莫喝茶 都有其自身的美德 喝茶不必去追求虚荣 适合自己就好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这次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